男朋友和她的白月光当着我的面来了个法式申闻,别人只分手,我顺便绝了个胶,然后我过上了梦寐以求的日子,重逢了我的白月光。 李然回来了,今晚给她接风。 吴玉说,我正在看一本书,看到精彩的部分,一时没反应过来,吴玉就急了,一把拿走我的书说,你就这么讨厌它,连话都不回。 我下意识地问,讨厌谁? 我是真的没听清楚,但吴玉的脸色更差了,她把我的书扔到地上,提高声音说,我说李然回来了,今晚给她接风。 今天是你的生日,你要给她接风? 我特意休了年假,准备好好给她过生日,结果她压根不在乎,要在自己生日当天给李然接风。 不过,也行,谁让我一直很体贴呢? 所以,不需要她回答,我说,好。 吴玉嫌弃地看了我一眼,摔门走了。 我把书捡起来,压着被摔舌的封面,心凉得厉害。 所有人都说,我是吴玉的舔狗,我不反驳,我心甘情愿地被她呼之其来,挥之急去,不过是因为她曾经是我的好朋友,也因为她曾经救过我的命。 我和吴玉从小就住一个社区,从还在娘胎的时候,就隔着肚皮认识了。 我们从光屁股的时候就一起玩,从小就约定做彼此最好的朋友。 初三那年,我被小混混堵在小巷子里。 那群小混混,年纪小,却非常残忍,把我推倒后,就有一个小混混要脱我的衣服。 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我吓坏了,哀求他们,放了我吧,放了我吧,求你们了。 但他们不为所动,脸上都给挂着残忍地笑,还没尝过学生呢,这么嫩。 我更加恐惧了,知道求他们没有用,于是我大声地呼救,祈求有大人路过能救救我。 小混混脱了我的上衣,把手伸向我的裤子,我剧烈地挣扎,可是没用。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吴玉从巷子口冲进来,和那帮小混混扭打在一起。 他一个半大小子,怎么可能打得过那么多人,可他像疯了一样,护着我,歇斯底里地大喊,没有章法的出拳,根本没考虑过自己的安全。 很快他就被围殴,我爬起来想帮忙,但那帮小混混又开始转移,目标要打我,最后是他把我压在身下护着,嘴角流着血,难难地安抚我,别怕,阿石别怕。 我又害怕又被他压得喘不过来起来,一着急晕了过去。 等我醒了之后,看到他鼻青脸肿的脸,我就想,以后要对他很好很好,可不知道为什么,上了高中后,他渐渐地变了,他开始排斥我的靠近,总是用轻蔑的口气对我说话,动不动就大声吼我,小小的羞辱一直持续着。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没关系,他就我那一次,值得我不在意所有他对我的不好。 包厢里很热闹,别人都提前到了,我和吴玉是最后到的。 李然旁边留着两个位置,看到我们进门,李然站起来说,吴玉,桑石,你们来了,给你们留了位置。 吴玉看着仅有的那两个位置皱了皱眉,拉着我走过去,他挨着李然坐,我挨着季青。 坐下的时候,李然冲我得意地笑了笑,季青安抚地拍拍我的胳膊,我感激地朝他一笑。 季青是这些人中唯一一个对我存有善意的人,好几次都帮我说过话,我很感激,毕竟我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已经连续羞辱我很多年了, 成了我男朋友之后,更是变本加厉。所以,我很珍惜其他人给我的温暖。 人来齐了,季青旁边的男人立刻说,瞧瞧,还是你两配?我看着吴玉,吴玉不说话。 立刻有人接话,当年吴玉和李然可是金童玉女,要不是后来有人不要脸,非得插进来,现在早就结婚生孩子了。 李然假惺惺地说,大家别开玩笑了,丧时还在这呢,不过都是开玩笑,丧时你不会介意的,对不对? 我没理他,只是固执地看着吴玉,吴玉皱着眉,压低声音跟我说,这种场合,别不给他面子。 我没说话,立刻有人说,李然就是太善良了,可惜人家根本不买单。 季青看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吸引大家的注意力,都别说了,难得聚一次,我们玩个游戏吧,大冒险怎么样? 说吧招呼大家玩起来。 然后,季青低下头很随意地玩了玩手机,我知道他是在给我发信息,好几次他都通过这种方式劝我,真是善良的人啊,可我不能因为我让他被朋友孤立。 我隔了几分钟才假装不经意地拿出手机,微微侧着,在吴玉余光看不到角度,我看到上面是季青发给我的消息,他说,要不然,别为难自己了。 我突然有点心酸,当了这么多年舔狗,很多人都说我不要脸,没有人知道,我不爱吴玉,我只是放不下那个巷子里为我发疯的朋友。 亲一下,亲一下,亲一下,包厢里突然闹起来,我猛地回神,原来是吴玉输了,他选择了大冒险。 他们提出的要求是,让他和李然来一个法式申闻。 我看着这一群起哄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和吴玉已经在一起两年多了,我才是吴玉的正牌女朋友,可他们不在乎,我的脸面,我的想法,在他们眼里一点都不重要。 过去几年,我就是和一群亲见我的人,做着朋友,和一个亲见我的男人,做着男女朋友。 我看着吴玉,心里一片荒凉,过去那个我最好的朋友没有了,他成了我的男朋友,可是他不爱我,我不爱他。 最后一次,我想,我们以后会怎样,就看吴玉这一次怎么选。 吴玉像是瞥了我一眼,似笑非笑的表情。 季青抓住我的胳膊,死死地抓着,我拍了拍他的手,看着吴玉凑到李然面前,深深地吻了下去。 哇哦,场面热闹起来,大家都在起哄,有人看他们接吻,有人幸灾乐祸地看我的反应。 呵,我没让他们失望,这一声虽然不高,但在一群起哄的声音中,非常明显, 其他人的声音戛然而止,李然和吴玉也停下来,愕然地看着我。 我看着吴玉的眼睛,他还是似笑非笑的表情,只是眼神里多了思隐匿的兴奋。 如果换了以前,我可能会思考一下他在想什么,但我现在已经不想探究了。 我冷静地对他说,吴玉,还记得大二我说过的话吗? 第三次了,我们绝交吧。 有人站起来立声指责我,丧时,你什么意思? 玩不起别处来玩,在这拜什么星呢? 吴玉的表情凝固住,像是还没反应过来,我在说什么。 我随手拿起手边的酒杯朝着说话的方向砸过去,扭头恶狠狠地盯着那人,以前我不跟他们计较是因为吴玉,现在我跟吴玉都绝交了,我管他们是谁。 那人将将躲过酒杯,还保持着躲避的姿势,表情惊吓又狼狈,酒杯砸在墙上发出砰的声音,他又吓得一机灵。 我居高临下,指着他大声说,你是什么东西,凭你也配说我。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是非不分,三观不正,拿出轨当好玩,那婊子当圣女,那我就祝福你们烂到一起,从今以后,我不奉陪了。 安静了三秒,李然比无欲先反应过来,气得发抖,你说谁是婊子? 一个男人突然一拍桌子,吼道,你他妈。 老子揍死你,我嘲讽地看着他,边往门口走边说,我要走了,你要揍就快点,我一定讹死你。 那男人气得就要冲过来,打我,季青突然说,吴玉,你不说话就没意思了呀。 大家这才想起来,吴玉才是今天的主角,都看向吴玉。 吴玉缓缓地扭头看了我一眼,盯着我,对那个大汉说,你他妈行啊,想打老子女人。 我不再搭理这场闹剧,转身走出门。 手机上传来季青的消息,他说吴玉和那个大汉打了一架,现在出来找我了。 吴玉给我打了几个电话,我都没接,我游荡在大街上,眼泪不停地流,二十多年的情意,纵使我不爱他,也依然很难过。 我突然想起来,十五岁那年的暑假,我在他家玩乐高,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我们又总是混在一起,我对他多少有一点心动。 当时他刚递给我一个灵箭,我接的时候正碰到他的手,他像触电一样缩回去,跟我说,桑石,你可别喜欢我呀,我将来要找个大美女当老婆的,你也漂亮,可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有点难过,但我像来时食物,他不让我喜欢,我就不喜欢了,索性心动只有一点,收回来也容易。 但我依然随叫随到,在别人看来卑微得很,但我内心很淡然。 他们脑子里在脑补什么我都知道,但我不在乎。 我每天都要给他带早餐,我妈给我的钱有限,为了他和我都能吃到早餐,我总是给自己买馒头,给他买更营养一些的包子和豆浆。 我省下自己的零花钱给他买奶茶,有时候还要买两份给他和他的女朋友。 我回家第一件事永远是写作业,因为他要抄,时间长了,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 他还喜欢让我帮他追女生,但只要他追的女孩表示出一点对我的介意,他就会说, 丧时,你要不要脸啊,别老跟着我,我又不喜欢你。 第二天,他又会舔着脸来找我要早餐。 我不在乎他有那么多女朋友,反正我也不喜欢他了,我只是在乎他这个朋友,即使他说话再难听,办事再不得到, 我依然怀揣着那个为我冲进小巷的少年,坚信我们的友谊牢不可破。 直到我们考上大学,我进了一本,他进了我大学隔壁的二本,遇到了李然。 李然是那种明艳大方的长相,像一朵娇艳的玫瑰花,性格肆意张扬,走到哪都是别人目光的焦点。 而我长得那脸耐看,吴玉说我一身的古色古香,像路边的小野花,越看越清淡。 吴玉看到他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他,好不容易想尽办法追到手。 从此外面的蝴蝶都是蝴蝶,只有李然是他的今生唯一。 我真心为他高兴,可他对我越发的不耐。 我想算了吧,我在我们学校过自己的日子好了,他却还是每天都要找我,可能认识的时间太久,即使讨厌也会成为习惯吧。 李然也很讨厌我,其实他真的没有必要讨厌我,我很少主动出现在他们面前, 一直都是吴玉在找我。 他很聪明,当着吴玉的面从来都对我客客气气的,只有吴玉每天都在使唤我,让我在两个学校之间疲于奔命。 有一天,我带着给他们买的奶茶匆匆赶到吴玉指定的KTV,正好碰上要出门方便的李然。 我手里的奶茶因为收拾不及,撒了两滴在他身上。 他尖叫一声,大喊,丧时,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正要道歉,吴玉从里面冲出来,眼神里盛满担忧,一把把我推开,关心地问李然,没事吧,没事吧。 我双手拿着奶茶,无处借力,被他推得摔在地上,奶茶撒了一身,我也被摔得说不出话来,我伸出手想求救,却只能发出,哈的声音,太疼了,疼得我忍不住流出生理眼泪。 李然指着我控诉,你看,他还委屈上了。 我看着他胸口那两滴奶茶,再看看我身上这么多奶茶,不明白我怎么就招了他的眼。 吴玉心疼他,想都不想就朝我踹了一脚,拎着我的领子站起来,乐令我,给他道歉。 我说,对不起,本来就是我的错。 吴玉又说,这件衣服,陪他一件一模一样的。 我的脖子被衣领勒得喘不过起来,定神看了看李然的衣服,是一件名牌,但也是一件普通的T恤,没有宝贵到两滴奶茶都洗不掉的地步。 我不吭声,吴玉就继续提着我的衣领,不赔也行,给他转五千块钱。 我说,你再说一遍。 我虽然不怎么买名牌,但我家境也不差,这牌子的价位我还是了解的,顶多一千块钱,他却让我赔五倍。 吴玉恶狠狠地重复,给他转五千块钱。 我拉住他的手,缓缓地把他的手从我身上撤开,跟他说,吴玉,以往你那些小羞辱,我看在就算了,这一次是第一次让我觉得无法忍受,但我原谅你,事不过三。 如果再有两次,我们绝交。 吴玉吓住了,慢慢地退了一步。 我第一次跟他说重话,也是我的心里话,这些年,只要他需要,我就没有自己的时间,我连朋友都没有,因为我总是在和别人玩的时候,接到他不耐烦的指令,所以我没有朋友,我只有他,但我也是有尊严的。 那以后,吴玉有几个月没有找我,我度过了平静而愉快的几个月,我觉得很好。 几个月后,我正在彩排一个活动,吴玉打电话给我。 李然的金手镯不见了,是不是你拿的? 我说,关我什么事? 吴玉冷漠地说,你下楼。 我下了楼,看到他搂着李然,旁边还挂了一张海报,内容是我偷了李然的手镯拒不归还,要求学校还他们公道。 海报上由我们去玩时,我去过李然房间的具体时间,我气笑了,去过他房间的人多了,感情就我长得像小偷。 很多同学都听说了这件事,一波一波的人过来看海报,周围议论纷纷,有人说我不要脸,偷别人的金手镯,有人说进了房间,就说别人偷东西,太武断了。 我不在乎,我只是问吴玉,你也这么认为? 他说,除了你还能有谁? 我说,不是我。 李然怜悯地说,真可怜,想买什么要靠自己,偷别人的东西总是不对的,对不对,同学们。 有些同学跟着他起哄,对,有些同学反驳,也不能这么说,还不知道真假呢。 我冷漠地站在人群外,看着这场戏,觉得心寒,他们到底怎么想出来的,太有意思了。 真可怜,拿着不是证据的证据来我们学校闹事,诬赖别人总是不对的,对不对,同学们。 就在我想去找辅导员求助的时候,有人缓缓走来,边走边说着为我出头的话。 这次大部分同学都跟着说,对,我看向来人是我们系大三的学长,古时他成绩很好,家世很好,又有一副好相貌,喜欢他的人很多,支持他的人就更多了。 他走到我面前说,别怕,有学长有老师,还有这么多同学,不会让外校的人欺负了你。 然后,他把自己的袖子塞到我手里,温和地说,跟我来,我们去找老师。 他一句话就把所有同学都拉到我这边,同仇敌忾起来。 鱼光扫到无欲的目光死死盯着我牵着古时袖子的手,但我没有去看他。 我跟着古时来到辅导员办公室,因为我是学生会的,辅导员经常见我,对我也了解,所以没有多问,反而拍拍我的肩膀说,别怕,我已经报警了,一会儿照实说就是。 我点点头,古时站在我身侧,给我打气,我们都相信你。 他的声音清朗,让人不由自主地信服,我没去看无欲要杀人的表情,站在古时身边等警察。 警察不一会儿就来了,分别找我和李然谈了话。 最后的结果是,我没有证据证明我没偷,李然也没有证据证明我偷了。 李然跟我道歉,我没有接受,无欲吃笑着,别的礼不饶人了。 我没理他,只是告诉他,无欲,第二次。 我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像闹剧一样,但无欲无疑又一次狠狠伤了我的心。 古时陪着我,看着他们走远,轻声问我,我们走走。 我说,好,我们学校很大,古时带着我走了大半个校区,最后停在大明湖畔,夏末秋初,湖边有点冷。 无欲把我喊下楼的时候,我正在彩排节目,穿着旗袍,还没来得及换,刚才不觉得,现在真的挺冷。 古时很有风度地把衬衫脱下来给我套上,我忙说,学长,不用。 他笑着说,我还穿了一件,不冷。 学长,谢谢你相信我,也谢谢你帮我。 古时信我,无欲那么了解我,却不信我,想到这,我真的挺低落的。 古时说,不光我信你,很多同学也信你,你很好,所以同学们愿意信你,那些不信你的人,试试远离他们,也许你会过得更好。 我知道他说的是无欲,也罢,第二次了,第三次还会远吗? 于是我笑着说,快了。 古时目录惊喜,说,真的吗?我安慰到你了。 我肯定地点点头,他说,那学长给你一个安慰的抱抱,你别打我。 我又点点头,笑着张开双臂,他便走过来,抱了抱我,一触即分,有股好闻的沐浴露未到,片刻就离远了,我有点恍惚。 不远处的草丛轻轻动了动,我扭头看过去。 古时也随着我的视线看去,那里除了高高的草丛, 什么都没有,可能是路过的动物,走吧,我送你回宿舍。 那天回宿舍的路走了很久,我总觉得古时有点欲言又止,可他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我想请古时吃饭,感谢他的帮助,顺便把洗好的衬衫还给他。 可同学告诉我,他已经出国做交换生了,帮我那天,是他出国前最后一天在学校。 我一个人坐在宿舍的窗前,看着远处的银杏树,看了一个下午,没有看手机,没有理会吴玉的不解和咆哮。 但我没有想到,一年后,学长还没回来,但李然也出国了,于是吴玉失恋了。 他来找我,喝得鸣顶大醉,抱着我大哭。 他说,阿时,阿时,你别离开我,我只有你了。 我说,我不离开。 他说,那你做我的女朋友好不好? 我说,不好,你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你,为什么要在一起? 他一脸受伤的表情,说,我们是青梅竹马呀,谁能比我们更适合? 我爸妈很喜欢你,你爸妈也很喜欢我,这叫天作之和。 从此,他开始追求我,反复地说着我们彼此熟悉,彼此谁也离不开谁,是最合适的伴侣,将来结婚的父母也会很高兴的。 我一直不松口。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他又喝醉了,他自己喝酒,也不停地给我喝,还说起小时候巷子里的事。 阿时,我那天怕急了,但是我不怕他们打我,我怕失去你。 我不理解,如果他怕失去我,那他为什么要羞辱我? 但他一提小时候,我就没有办法了,迷迷糊糊间,他又提起让我做女朋友的事,我听到自己说,好。 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同学本来就觉得我老插在他和李然中间,烦我烦得紧,他追我那一年,我更是成了他们最唾弃的存在。 我和吴玉的分手并不伤筋动骨,我们恋爱两年,他可能是忘不了李然,时而温情默默,时而冷漠以待。 所以他没有碰我,我们并没有住在一起。 我游荡回家的时候,已经整理好了情绪,但我没想到会在家门口看到吴玉。 他靠在楼道口,不耐烦地抽着烟,衣服有点乱,头发上沾了一点血迹,满身力气。 看到我回来,他先是急切地走了两步,又换成一贯慢悠悠的步调,走到我面前,指责道,你怎么才回来? 我,有事吗? 他烦躁地踢着路边的石子,我爸妈叫我们明天回去吃饭。 哦,我说,不去了。 为什么? 以前你不都很配合,我们分手了呀,而且绝交了。 吴玉抓住我一边胳膊,丧时,你别把感情当戏,多大的事就绝交。 你别那么小气行不行,不就是个游戏? 吴玉,是你把感情当儿戏,你不喜欢我,却非要和我在一起,你和我在一起,却又放不下李然。 你当着我的面,和他接吻,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现在还要倒打一耙,说我小气,我大方点,是不是把他给你那进来当个妾呀? 扑痴,吴玉居然笑起来,原来你也有这么生气的时候啊。 我不明白他的笑点在哪里,这两年,我一直想要去爱上他,可他和他的朋友把这条路堵得死死的,现在三次约定已过。 我欠他的,用这么多年的自尊,还清了。 吴玉,你走吧,没意思,以后别来了。 吴玉的目光冷下来,你什么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 丧时,我再跟你确认一遍,这么多年的感情,你不要了是吧? 我说,不要了。 行,你够狠。 我点点头,随他怎么说,不是我很,是他狠,又狠又矛盾。 晚上,我正要睡觉,我妈的电话打过来了。 呃时,怎么回事啊? 怎么听吴玉爸妈说,你们分手了呀,出什么事了? 妈,吴玉大学喜欢的那个女孩回来了,我准备成全她们。 哎,你这孩子,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你可别因为这是欺负吴玉,我可得揍你呀。 我心想,你要是知道她从十五岁开始一直都对我忽冷忽热,还欺负我,恐怕你要揍的就是吴玉了。 妈,别说了,分手了,以后给你找个更好的女婿。 不回头了,不回头。 我妈知道我的性格,知道多说也没用,干脆地挂了电话。 我躺在床上,放空自己。 过了最初的难过后,我的感觉是轻松。 的确,我虽然没爱过吴玉,但连续多年来自曾经好朋友的侮辱,还是让我过得很压抑。 在一起以后,我的日子更加不轻松。 我们的生活,双方父母都已经规划好了,我没有机会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因为我的规划里有个他,我想过的生活,他不想。 但现在,我活回了我自己,我也能过我想过的人生了。 我把自己画的图纸拿出来,看了一遍,心里默默地规划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带着自己画画的工具去了郊区,那里有爷爷奶奶留给我的一套房。 爷爷奶奶是我们当地小有名气的艺术家,他们的房子修得也很有艺术感。 我爸,对艺术没感觉,但我从小就喜欢画画,上大学学的也是艺术专业,爷爷奶奶就把房子留给了我。 我一直想去那生活,可我知道无欲不喜欢,所以即使我画了很多草图,也只是找人定期去维护,没有去住过几天。 房子保存得很好,家具也大部分完好。 我打算把小窗格都改成木质的大玻璃,墙面刷带颜色的漆,再调整一下院子里的布局,补充一点家具,就可以住了。 回来之前,我在网上下了大量材料,准备亲自动手,我太享受这中间的过程了。 小时候,房子有什么改动,爷爷和奶奶也是亲自动手,我耳濡目染,也学会了很多。 18岁之前,爷爷奶奶还在的时候,我甚至就已经和他们一起改造房子了。 哟,阿石回来了,这回住几天呢? 门口传来一个爽朗的声音,我一听就是知道是隔壁的乌美沈,便放下手里的活,和乌美沈聊起来。 乌美沈,我打算把房子改造改造,以后就常住了。 那感情好,你家这房子空久了,我还少个邻居呢,以后你住进来了,我们常来常往啊。 我答应他,一定会常来常往的。 乌美沈又说,改造房子可是个大工程,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跟我说呀,你这门都拆了,今晚要不上我那住去吧,没门可不安全。 我拆的是小门,大门都没拆,安全性上还是可以的,但我确实打算去乌美沈家住几天,和门没关系,主要是长时间不回来,被褥都潮湿发霉了。 我刚扔掉买了新的,还没到货,于是我说,好啊,那这几天打扰您了。 好好好,记得来啊。 我挥汗如雨地干了一天,又在网上下了一堆水粉颜料,这才发现自己一身灰尘。 于是我去洗了个澡,去乌美沈家吃了一顿晚饭,还美美地睡了一觉。 隔天一早,我妈的电话就把我吵醒了,我接起来看了看时间,才六点半。 妈,你怎么起这么早? 阿时,今天回来吃饭吧。 妈呀,我刚回爷爷奶奶家,你让我回去吃饭,下周吧。 我妈给了我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你姑姑来了,你快回来。 我爸虽然不爱艺术,但我姑姑爱,她是搞古典音乐的,经常在外地找灵感,几年都不见一次是尝试,难得回来一次, 我肯定得去见她。 到家后,我意外地发现姑姑没回来,坐在我家客厅的人是吴玉。 她和我爸妈聊得正好,见我进来,就站起来朝我走。 你看你,吵个架而已,怎么能跟阿姨说我们分手了呢? 她惯会装的,一直就是伤害着我,但在我爸妈面前,永远是一副对我很好,很迁就我的样子。 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心态。 我站在门口,做了一个停的手势,无欲,分手了,别做态了。 如果你以邻居的身份来看望我父母,欢迎你,如果是以我男友的身份,那请你以后别来了。 看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好好和他聊,我和你爸出去买菜。 我妈看情况不对,赶紧打圆场,说完推着我爸出了门。 我们没分手,她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她还是希望我们能和好。 我看到吴玉往前走了一步,连忙说,别往前走了,再走我就出去,什么都别想谈。 我离门只有一步的距离,她停住,有点受伤地看着我,解释说,我和李然真的没什么,就是大家开玩笑。 你别这样行不行,我和她那天以后就没见过面,我没有出轨,真的。 你和她有没有关系不重要,你和她接吻了,当着我的面,当着那些看我笑话看了几年的人的面,我说过了,第三次,绝交,吴玉你记住,我们不只是分手,是绝交。 吴玉定定地看着我,像是还没明白我的意思,但她很快吃笑起来,丧时,一个真心话大冒险而已,你真要玩这么大。 我打开手机,把最近她发的朋友圈截图都发到她手机上,看看吧,你所谓的真心话大冒险而已。 等了五年,你终于要回来了,佩图是一个激动的表情包。 熟悉的香水味,佩图是一个一个大波浪发型的女性背影,和李然的发型一样。 没有平替,从来没有,佩图是无欲和醉酒的照片。 我这人遇事不太计较,但不代表我真不介意,比如她这些朋友圈,我看到的时候都截了图,心里也不是不难受,可次数多了,也就不难受了。 我和她的情分在她那恐怕早就没有了,在我这,一直有,但也越来越薄,直到她和李然当着我的面接吻那天,彻底断了。 无欲黑着脸看完我发过去的朋友圈,审视着我,半赏,又怒又笑地说, 丧时,你还知道截图了,我发了那么多,你当时怎么不找我闹,现在攒着算总账了。 你截图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委屈坏了,觉得我一点都不爱你,可你爱我吗? 你那副永远镇定的样子,真是烦透了。 李然就是爱我,我就是爱她,怎么样? 诚然,我不爱她,可我是过去爱她了,她没有给过我机会。 分手了,挺好。 吴玉,看在你也曾经用命保护过我的份上, 别来了,去和李然好好过日子吧。 我欠你的,用这么多年的自尊还完了,吴玉猛地震住。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想起当年我们还很要好的时候那些事, 但她没有在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我,眼神隐隐哀求,这我就更看不懂了。 我打开门走出去,深呼吸一口,回到我租住的房子。 我去公司辞了职,理由是失恋了,要去了疗伤, 但我其实是去过我想过的日子。 我要在郊区开个工作室,办完离职,我去退了房子,回了郊区。 到郊区房子的时候,我妈又给我打了个电话, 问我是不是和吴玉彻底没戏了。 我说,妈,你还记得刘姨吗? 刘姨是我爸的初恋,我妈年轻时候,没少为了她跟我爸吵, 忘记谁也不能忘记刘姨。 于是我说,如果刘姨回来找我爸, 他俩当着你的面玩了一个接吻的游戏, 我妈立刻狠狠共情了,跟我说, 分,一定要分,那死小子下次还敢来卖惨, 看我不打死他。 虽然他的共情和我的感受不太一样, 但,有用就行。 我订的颜料是铜城,当天就到了, 但我订的那些木材得两天时间。 爷爷奶奶在的时候,给房子起名为悠闲斋, 他们说人生有很多无奈, 如果可以一生悠闲度过,那便快活似神仙。 我从小喜欢跟着他们, 对他们的想法从来都很赞同。 我安静,渴望闲适的生活, 最大的乐趣就是自己种菜修花, 而吴玉最爱灯红酒绿, 所以总是觉得我乏味。 我想先做一些小事, 头一件就是把宅子的名字挂出去。 我找了一块木头,细心打磨好, 调好颜料, 用跟着爷爷学了很久的字体, 写上宅子的名称, 勾了一朵兰花。 然后,我拿起来, 在阳光下细细打亮, 突然心情大好, 我决定把附近的风景画下来。 春天的麦田, 是一望无际的绿色, 风吹出一茶又一茶的麦浪, 夕阳正好, 大把大把的金色阳光洒下来, 远处的树都镀上一层金黄的颜色。 这就是我喜欢的风景啊, 我深吸一口气, 好像能闻到小麦的香气。 我调好颜料, 惬意地把我钟爱的风景挪到画上。 画到一半, 远处缓缓走来一个人, 以我的目力, 只能看到来人穿着灰色休闲裤, 白色衬衫, 长相看不清楚, 但气质上加, 让我想起大学时代瑰丽的梦。 梦里有个人, 就是这个样子。 我忍不住想把他入画。 等我反应过来, 人物已经画完了, 远来的人也终于走到了我面前。 画得不错。 他说, 声音清朗, 在我鸣刻的记忆里, 这个声音总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出现。 啪哒。 我的笔吊在地上, 下意识地抬头, 果然看到一个清俊儒雅的脸, 与记忆中不同的是, 他还戴了一副金丝边眼镜。 学长, 你怎么在这? 我连忙站起来。 古时威笑着看着我, 看我这是偶遇了谁。 我听说, 这里有个老艺术家的宅子, 设计得很有艺术感, 过来看看能不能参观。 最近我正在画老宅系列, 想找找灵感。 这附近都是普通的居民, 如果说能有个老宅设计得很有艺术感, 那一定是悠闲斋了, 真是让人愉快地巧合。 那你要找的就是我家, 只是不巧, 我最近正在改造老宅, 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没关系, 这样也很好, 能不能让我参观一下? 当然可以, 学长请。 古时却摇摇头, 说, 不着急, 我等你画完。 我低头看了一眼, 自己的画, 脸上顿时大热, 解释说, 学长, 我不知道是你, 刚才的画面太有氛围了, 我没忍住。 不用解释, 能敬你的画, 是我的荣幸。 一阵风吹来, 我听到大学时那场暗恋 长出花孤朵的声音。 古时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喜欢一个人, 也是我唯一一次暗恋一个人。 它的名字, 在那几年里藏尽我不可言说的心意, 它的衬衫还好好的放在我衣柜里, 只是沐浴露的味道早已消散了。 我们学校有一棵树林很长的银杏树, 每年的十一月, 银杏树的叶子会变成明亮又温暖的黄色, 落在地上后, 整个地面也是温暖的黄色, 十分失忆。 我第一次见到古时, 就是在这棵银杏树下, 它坐在树下的长椅上, 看书, 穿着它一贯喜欢的浅色系休闲裤, 套了一件卡齐色的毛衣, 气质淡然, 深情专注柔和。 那一幕成了我心中一副倦勇的画卷, 温暖了我每一个寒凉的夜晚。 我看着这幅画卷忘了呼吸, 直到吴玉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惊扰了这幅画, 于是古时的目光从书上离开, 朝我看来, 一阵风吹落很多银杏叶, 在我眼前落下, 速速地落叶中, 我看着古时朝我温和一笑。 我因为电话提前回神, 也朝他微笑点头, 然后接起电话, 吴玉的声音透过电话传来, 丧时, 李然想喝椰奶, 你给我买两杯。 那是我头一次没有理会吴玉, 任由他大呼小叫, 我直接按了关机键。 很快, 学生会迎来一场比较大的活动, 要求全员参加。 我因为吴玉缺席了两次全员大会, 这是第三次, 我们部长说, 要是这次再不去, 以后就都不用去了。 活动那天, 我到得比较早, 古时就在会场指挥部门的干事布置会场。 我假装路过他身边, 看了一眼他脖子上挂的工作牌, 纪检部部长, 古时。 我没想到, 他也看到了我, 而且还记得我, 他冲我微笑, 很温和地说, 是你呀, 你是哪个部门的? 我说, 学长好, 我是文体部的。 你们部长刚才出去了, 不介意的话, 可以先帮我的忙。 我忙说, 不介意, 学长。 纪检部和生劳部是我们学校最累的两个部门, 每场活动安排的都是最酷最累的活, 但古时看起来一点也不疲惫。 那天晚上, 我跟着古时做了很多事情, 他很照顾我, 安排的都是简单又不累的事, 直到我们部长从外面回来, 他都没有把我还回去, 还跟我们部长说, 你们部这个小姑娘借给我吧, 明天我请你吃饭。 我们部长答应了, 我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那是忙碌又快乐的一个晚上。 后来, 我再也没有缺席过学生会的活动, 特别是大型活动。 因为我和古时一起做活动的那天表现不错, 他经常跟我们部长借人, 时间久了, 我和他越来越熟, 我们部长都说我名义上是文体部的, 事实上属于纪检部。 古时是那种待人很周到的人, 所有和他一起工作的学生会人员, 他都会照顾对方的情绪和身体状况, 对我也一样。 天气热的时候, 古时会给我带奶茶。 活动早的时候, 古时会给顺手给我带早餐。 遇到专业课的难点, 古时知道后会帮我解答。 这样的好, 让我有种我被特殊照顾的错觉。 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的关系也从见面打招呼变成熟悉。 有一次, 古时带了几包零食, 几罐啤酒, 打电话喊我一起去操场喝酒。 当时我正在隔壁被李然使唤, 接了他的电话, 立刻回了学校, 无欲气地在我身后大吼, 我都没有回头。 我回去的时候, 古时已经在台阶看台上等我了。 我站在台阶下, 他坐在上方, 拿着一罐酒, 笑声朗朗地说, 快上来, 我听说外面有人要放烟花, 这个角度正好。 我走上去, 坐在他身边, 他便随手递给我一罐酒, 姑娘家, 喝一罐就好了。 那天晚上, 真的放起了烟花, 我在他身边, 生出了无数浪漫的情绪, 他的话也很少, 好像真的在认真欣赏烟花。 后来他把我送回宿舍, 室友说, 学长可能喜欢我, 但我不敢想, 感情这事, 很忌讳单相思, 何况, 我是这样不知情时趣, 连从小一起长大的无欲都不喜欢我, 何况, 别人呢。 第二年, 我身为文体部长, 古时成为了学生会会长。 年底, 学校要组织全校兴致的游园活动, 我们细分到一块地, 但需要学院自己设计一次性门和墙面, 这个活落到了文体部, 去年是部长设计的, 今年是我。 古时作为学生会主席, 也忙得脚不沾地, 那段时间, 常常是我在忙设计, 他忙着其他。 办公室经常只剩我们两人, 不忙的时候, 古时也不着急走, 他说, 晚上不能留下女孩子一个人在楼里, 于是变成他每晚送我回了宿舍, 再回自己宿舍, 因为有他的陪伴, 我觉得忙点也挺好。 有一种不能被人知道的幸福感, 跨年夜, 游园会正式开始, 我们部门只需要在学院的地盘 指手半个小时, 但因为他需要全程指手, 所以我也自发地没有去其他学院玩, 一直和他忙到零点, 元旦到来。 他问我, 小时, 累不累? 不累。 游园活动结束了, 文艺楼前面有通宵舞会, 去不去? 我点点头, 他就和我并排走着, 道路两侧和头顶的元旦 装饰温暖又喜庆, 对那时的我来说, 就像是特意为我和古时搭建的。 我边走边想一会儿, 我们会跳舞吗? 他会拉我的手吗? 直到我们到了舞会现场, 音乐声将我拉回现时, 古时朝我伸出手, 用近似温柔的声音说, 把手给我, 小时。 我伸出手, 觉得自己给出的是全部心意。 他握住我的手, 问我, 还记得大一学校教的交易舞吗? 我说, 记得。 他笑着, 另一只手轻轻放到我的腰上, 别怕, 放开跳, 我不怕踩。 我没忍住, 笑出了声, 古时笑得更开怀。 那晚, 我不记得我们跳了多少支舞, 我只记得我们都没有换舞伴, 越跳越默契。 直到吴玉突然出现, 我在人群中 扫到他黑得像锅底一样的脸时, 内心第一次对他生出了厌烦。 他冲进舞池, 用力把我从古时手里扯出来, 但还知道要脸, 压低了声音问我, 这是谁? 你们在干什么? 古时放开我, 没有看他, 只问了我一句, 疼不疼。 我摇摇头, 说, 不疼。 然后我对着吴玉说, 跳舞, 你看不出来吗? 吴玉似是被我的冷漠刺痛,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说,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这是关心你。 我冷漠地回了他一句, 不用。 他气得想打我, 可是古时拦在我前面, 警告他, 你敢动手, 我立刻告到你们学校, 请离开我们学校。 大学生打架的后果是很严重, 无欲不敢, 至于他是不是真的想打我, 我不太确定。 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种想哭的冲动, 如今想想, 应该是被人冷落又使唤了太多年, 突然有一个人 为我挡下这些冷漠和危险, 觉得温暖吧, 何况这个人又是我喜欢的人。 后来无欲被气走了, 古时把我送到宿舍楼下。 学长, 我本来我和古时同时说话, 我想说谢谢, 但我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至今都不知道, 因为他后来只是笑着说了一句, 算了, 下次吧, 你上去吧, 早点休息, 别多想, 有事来找我。 在想什么? 我回过神, 看着眼前的古时, 想到了大学时候, 一时没回神, 他也露出回忆的神色,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有一种幽兰一般的气质, 他这是夸我了, 学长不觉得很乏味吗? 我有一个发小, 总说我很乏味, 你的发小不懂你, 幽兰自有他的悠然自得。 这样的人, 需要的是细品慢赏, 长长久久也不会腻, 你难道没发现上大学的时候, 同学们和你的关系都不错吗? 就是因为你身上的气质让人舒服。 好像还真是, 我和同学的关系一直都不错, 他们说我身上的感觉很自在, 说的应该就是古时口中的气质了吧。 一直以来都是无欲一个人在说我乏味没有情趣, 不过现在我彻底脱离了他, 我对未来充满憧憬。 我领着古时走进院子, 介绍每一处细节, 他听得很认真, 时不时在随身的小本上面记录着, 有时找角度拍张照。 爷爷奶奶用一生的时间不断设计和改造着这座房子, 每次改动都是一次小小的故事, 现在这些故事迎来了他们的聆听者。 很好的设计, 原来有这样的故事。 这间茶室意境很高, 小时, 你的爷爷奶奶很有品味, 让人钦佩。 古时一点也不吝啬赞赏, 为了表示感谢, 我说, 学长, 我请你喝茶, 自己泡的, 你别嫌弃。 古时摆摆手, 正色说, 自己泡的才珍贵。 我拿出爷爷奶奶珍藏的普尔和紫砂壶招待他。 因为是代客, 我泡茶的步骤多, 他也不催我, 安静地看着我走完温湖, 投茶, 浸泡, 醒茶, 闷泡的顺序, 然后给他奉了一杯茶。 他接过去, 品了一口, 陈年的普尔, 味道真不错。 我笑笑, 给自己也取了一杯, 存放了十几年的普尔, 只有我和小姑偶尔会拿出来, 味道还是一如既往的醇厚。 窗外的太阳即将落山, 霞光满天, 我和他边品茶边聊天, 好像又回到了大学时期那种熟悉的状态。 眼看天马上就要黑了, 我问他, 你在附近找到住的地方了吗? 还没有, 我看了你改造的图纸, 觉得有几处地方有问题, 而且我对老房改造很感兴趣, 不知道能不能留下来和你一块动手, 算我学习一下。 隔壁的邻居你认识吗? 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 我想租一间房。 我想了想, 乌梅叔不在家, 乌梅沈就喜欢热闹, 应该是愿意的, 于是领他去介绍给乌梅沈认识。 乌梅沈果然像我预料的一样欢喜, 还朝我挤挤眼, 很有深意地说, 哎呀, 厄石带男朋友回来了, 还租什么房子? 厄石不是也在我这住一间房吗? 小两口住一起多好呀。 我顿时有点脸红, 乌梅沈, 不是我还没说完, 就被古石打断了, 他摸着鼻子笑, 跟乌梅沈说, 我们打算婚后再住一起。 我的脸更红了, 他低声在我耳边说, 别服了长辈的好意。 乌梅沈看着我们摇耳朵, 笑出一脸褶子。 古石利落地给乌梅沈转了账, 说要去房间简单收拾一下。 乌梅沈这才拉着我, 有点担忧地问我, 厄石, 你和那个眼睛长在头顶的男娃 是不是分手了? 我带着吴玉回来过两次, 每次他都很不耐烦, 乌梅沈见过他, 对他的观感很不好, 没人的时候就称呼 他是眼睛长在头顶的男娃。 我点点头, 以为乌梅沈要劝我, 没想到他说, 分了好分了好, 我看那男娃一点也不好相处, 你性子软, 肯定没少被他欺负, 沈看这回的男娃就不错, 长得好看, 又有礼貌, 你多上点心。 我一阵恍然, 如果他还是单身的话, 我还有机会吗? 天光大亮的时候, 我从房间出来, 发现古石在乌梅沈家的客厅写写画画, 看到我出来, 他转头跟我说, 我重新画了一张图, 在你的基础上调整了一点, 你先去吃饭, 就快好了, 一会出来一起看看。 我去吃了早餐回来, 他已经调整好了, 指着他修改的几处地方说, 你看这样, 是不是更好一点。 房屋的大框架, 我没改, 主要是室外院子里的规划, 屋顶的小平台, 还有室内家具的风格, 位置, 没想到他也详细到了家具的位置。 我在屋顶小平台上设计了一个木质没有顶棚的装置, 打算将来种一些紫藤, 到时候一定很美。 他指着这个位置, 跟我说, 我加了一个顶棚, 将来四周通透, 有个顶棚也不妨碍种藤蔓类植物, 但是下雨天也可以在这里赏雨, 放一些瓜果, 感觉肯定不错。 右边我加了一个操作台, 木制的, 可以用来放东西, 切水果院子的设计很好, 不过我记得你喜欢吃蔬菜, 我在这里规划了一小快递, 可以种一些绿叶菜, 不影响美观, 你觉得怎么样? 艺术生的浪漫是到骨子里的, 我原先的设计注重氛围, 他在重视氛围的同时, 也加了一些实用的内容, 而且都是小改动, 我很喜欢, 和他分析了一个上午, 终于把设计图彻底定下来了。 古时还列了一份清单, 哪些需要我从网上采购, 哪些可以就地取材, 哪些可以在周边的工厂里挑选, 非常清晰。 上午, 我定的木材到了, 木工的活骨石不懂, 就在旁边帮我调漆, 顺便帮我递工具, 我们的手频繁地碰触, 他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 但每次碰触, 对我来说都是对他感情的一次复苏。 终于有一次心不在焉, 我的手被工具划伤了, 骨石拉着我的手检查了一遍, 擦掉血迹, 然后找到我放在屋里的医药箱, 帮我做了简单的包扎。 重逢后, 他还是第一次离我这么近, 身上沐浴露的味道充斥在周围的空气中。 那一刻, 我发现我对他的感情并没有消失, 他只是暂时蛰伏起来等待时机, 现在时机到了, 他又重新破土发芽, 我决定该做点什么了, 至少要告诉他, 我喜欢他。 包扎好伤口, 我再不敢心猿一马, 认认真真的量尺寸, 修整木材。 古时也调好了漆的颜色, 是一种非常明媚的木色, 很好看。 他动手能力很强, 即使不懂木工, 但也帮了我很多忙。 两天后, 木工活都干完了, 我们一起给木材刷漆, 每一层都认真小心, 我们都心无旁骛, 有时刷着刷着才发现双方的距离 已经不足十厘米, 于是相视一笑。 我很满足, 不管说出我的心意后, 它是什么反应, 我都会把这几天的时光 珍藏在心里。 我们度过了愉快的一周, 房门和窗户都已经安装完毕, 古时把已经完成的 从板上化掉, 挑出需要去周边订货的原料, 便说让我在家等它, 它去采购原料。 它出发之前, 我去送它, 它在门口揉了揉我的头发, 眼中有奇异的神采。 等我回来, 我笑着说, 好, 古时要在市里住一个晚上, 我去菜市场采购了一些东西, 回家给乌美婶做了两人份的丰盛晚餐, 准备晚上好好想想该怎么跟它说我的心意。 可是这顿饭还没有吃完, 就迎来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 最先看到吴玉的人是乌美婶, 那眼睛长在额头的男娃来了, 昂时, 你们要聊什么可不能离了我视线, 我看她脾气不大好的样子。 我回过头, 看到吴玉隐在黑暗中的脸, 不需要看到她的脸, 我就知道她的情绪很差。 我走到院里, 乌美婶开了院里的灯, 这能让她看得更清楚。 吴玉, 总是找前女友, 这可不是你的作风。 找我干什么呢? 离了一个她不爱的人, 她不是正好去找李然吗? 昂时,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那天是我错了, 我给你道歉, 你跟我回去好不好。 我离开了压抑的人生, 遇上了我真藏在心底的人, 我怎么会跟她回去呢? 吴玉, 我们绝交了。 我不明白, 那么多次, 你都没有在意, 为什么这次你这么冲动, 分手还不够, 你还要绝交。 诶, 我叹了口气, 你怎么总是不听我说话呢? 我大二就跟你说过了, 三次就绝交, 大学时你用了两次, 这是第三次, 你可以不喜欢我, 但是几年的时间, 还不够你至少学会尊重我吗? 你这样对我不公平, 几年的时间哪, 谁能保证不犯错? 你不能因为我犯错了, 就放弃我, 一点余地都不留。 从高一开始到那天, 我给你留了十几年余地, 可是, 吴玉, 你给我留过余地吗? 你把我的自尊踩在地上踩了十几年, 当然, 我不在乎, 在你为了李然身上那两滴奶茶为难我之前, 你在我心里还一直是我最在意的朋友。 是, 我不是个东西, 从高中开始, 我一直对你不地道, 我都知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变得那么混蛋。 但我还是想问你, 我们在一起之后, 你把我当什么? 你走吧, 以后别来了。 他往前走了一步, 身上的低气压让我后退了一步, 回答我, 你和我在一起以后呢? 你把我当什么? 你爱过我吗? 我觉得乏味得很, 但我还是回答了他, 当男朋友, 别问我爱不爱你, 先问问你自己爱不爱我吧。 我不再看他的表情, 转身回到屋内, 乌美婶立刻关上门, 警惕地瞪着外面。 吴玉在门口站了很久,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 等他一走, 乌美婶就锁了大门。 无欲的到来并没有影响我的心情。 古时打电话说, 第二天早上一早就到, 让我准备早餐。 我心情很好的在厨房做早饭, 大学毕业后, 我练出一手好厨艺, 一想到是做给他吃的, 我就恨不得做一桌。 乌美婶还在唠叨昨天的事, 哎哟, 那个男娃太吓人了。 厨石, 听婶儿的, 千万别回头, 我看小谷就挺好, 你们在一起多般配啊。 谁和谁般配啊? 我寻声看去, 古时正笑着站在门口, 也不知道站了多久, 听了多少话。 乌美婶不显是大, 又重复了一次, 说你和厄石般配啊。 说着推着我站到古时旁边, 看看, 站在一起多配啊。 我抬头看古时, 古时也低头看着我, 我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 但我听到他说, 和小时般配, 我很高兴。 这回答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但我有点心慌, 为了掩饰, 我招呼他吃早饭, 乌美婶也去厨房成舟了。 吴玉来过了, 我咬着包子, 含混地吻了一声, 私心让我不愿意多谈吴玉, 可又不想让古时误会, 于是我解释到, 昨天晚上来的, 我们分手了, 他来问问原因。 小时, 古时停了一下, 像在斟酌用词, 然后问我, 你还喜欢他吗? 十五岁的时候, 喜欢过一个月, 后来就不喜欢他了。 那你为什么? 我知道他是问我 为什么和吴玉在一起, 为什么任由他折磨我。 我初衷差点被强奸, 是他救了我。 他顿了好半天, 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怕他因为提起就是内疚, 于是说, 没事的, 都过去了。 他轻叹, 原来是这样,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经历了很多不好的东西, 如果我早知道, 算了, 都过去了。 我保证, 以后半生一定会越来越好, 一定会的, 我已经和过去的生活割裂了, 当然会越过越好。 古时笑了笑, 轻声说, 你没明白什么? 没什么, 吃完饭准备一下吧, 这一批材料下午就到了。 我没再追问, 沉浸在迎接下一批材料的喜悦中。 下午, 材料到了以后, 又是三周的忙碌。 我们请人给门窗安装了玻璃, 亲自给屋顶的小平台装了木地板, 安装好古时帮我改过的凉亭, 中了紫藤。 我们把不打算用的就餐桌改造后, 重新刷漆, 放在凉亭中。 我们给房子重新做了粉刷, 外墙刷白, 屋顶请人铺了灰色瓦片。 我们调了几种自己非常满意的颜色, 给屋内每个房间都刷了不同的色彩。 等两三个月散位, 再买新的家具放进去, 就可以住了。 古时帮我挑选了合适的家具, 预定后, 就等时间一到, 就会送过来。 改造的湿尘埃落地, 我问古时什么时候走。 我想在他走之前告诉他, 我喜欢他。 他反问我, 你希望我走吗? 我说, 怎么会, 你这段时间帮了我很多忙, 请你多住一段时间都来不及, 怎么会希望你走? 那就是不希望我走了。 我错愕, 这话是不是有点暧昧了, 但我有限的恋爱经验不能给我参考, 我不敢确定, 他却笑了两声, 开玩笑, 我明天就走, 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过段时间再来。 我先是一紧, 走得这么急, 我怕我来不及告诉他, 听他说完, 我又松了一口气, 还有机会。 送走古时, 我的生活又恢复了以往的样子, 白天去清理悠闲斋, 晚上和乌美沈做点好吃的。 生活从容而闲适, 我很享受, 只是总觉得少了一个人。 两个月后, 悠闲斋的味道散得差不多了, 家具也都运过来了, 乌美沈和我把家具归位, 但坚决不肯让我搬回去, 于是我答应他在他家继续住一个月。 古时两个月没有回来, 但并不是没有消息, 他有时候会在微信上和我聊两句, 他说他要办画展了, 这两个月就是在筹备画展的事。 我为他感到高兴, 自己也暗暗加油, 毕竟他也只比我大一岁, 就已经有了这个成就, 我的工作室却还没开。 第三个月, 吴玉又来了, 我看到他的时候, 刚刚画完画回来, 他整个人看起来沧桑了不少, 也瘦了一些, 看到我眼睛一亮, 不由分说地拿过我的画板和材料, 默默跟着我进了门。 我不理会他, 放下东西后独自去乌梅沈家吃饭。 吴玉没像上次一样进乌梅沈家, 我不知道他在哪, 我也不想知道, 我很烦这样的状态, 我们已经连朋友都不是了, 他却还希望我能理会他, 像是一种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逼迫。 第二天早上, 我在门口看到了冻得瑟瑟发抖的吴玉, 初秋早晚天凉, 吴玉就在门口的石板上睡了一晚上, 把自己睡感冒了。 他颤巍巍地站起来, 用可怜巴巴的眼神看着我, 我摸了摸他的额头, 很烫。 然后我给吴玉的父母打了电话, 吴玉的眼神黯淡下去, 像是讨食的小狗没有得到主人的回应。 他祈求地望着我, 沙哑着嗓子说, 阿石, 这两个月我把过去的事都想了一遍, 我真不是个东西, 我怎么能那么对你?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能不能别不要我? 吴玉, 你知道的, 我不爱你, 你也不爱我。 我爱你, 是你一直不肯爱我, 所以我才, 我才他突然激动起来, 用力抓着我的肩膀, 眼神执拗地看着我。 他说爱我, 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这不重要, 我看着他, 替他说完没说完的话, 你才没底线地伤害我, 伤害了好多年, 吴玉, 伤害我, 你开心吗? 吴玉像触电一样松开我, 抱着自己的头, 靠在墙上自言自语, 怎么办怎么办, 我快疯了, 我不能没有你, 我会死的, 我会死的, 你不会的, 你只是习惯了我的存在, 你会重新习惯没有我的日子。 我要是他的话还没说完, 整个人忽然倒在我身上, 我差点一个略且摔倒, 但一只胳膊稳稳地扶住了我, 我回头一看, 古时冷淡的表情笑出一点弧度, 我下意识地解释, 他昨天晚上来的, 我没让他进屋, 他在外面睡了一晚上, 现在感冒了, 我已经给他爸妈打了电话, 古时的笑意加深, 我控制着自己想无脸的冲动, 说, 先把他扶到客厅吧。 古时点点头, 扶着吴玉进了客厅, 我从医药箱找出退烧药, 又去烧了点水, 晾凉后给吴玉喂下。 然后我和古时静坐着等吴玉的父母, 两个小时后, 吴玉的父母来了。 我的爸妈不知道吴玉对我做过什么, 但他的父母是知道的, 因为我常去他家, 吴玉在他父母面前毫不掩饰, 他父母还当着我的面说过他好几次, 你要对阿时好一点, 但是没什么用。 他们在我面前说不出让我原谅吴玉的话来, 他爸一声不吭地把他背到车上, 他妈留下来, 看看我, 又看看古时, 叹着气说, 阿时, 给你添麻烦了, 我会管住他, 以后他不会再打扰你了。 古时给我带来了一张门票, 是他画展的门票, 我接过来, 看到上面的画家名字是桑谷。 桑谷是从去年开始在圈子里有点名气的, 他的画以风景为主, 画风灵气十足, 每一幅都像是在讲风景最后的故事。 我很喜欢桑谷, 但我没想到他就是古时, 我喜欢桑谷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的一名就像我和古时名字的结合, 让我有一种隐秘的小幸福。 我决定试试他, 一名很好听, 他笑着, 是因为有你的姓吗? 我的姓很好听, 是好听, 起名字的时候想起你了, 就用了你姓, 你介意吗? 我没想到他这么直白, 但他表情坦坦荡荡, 我觉得自己多想了, 于是说, 不介意, 那就算征得主人同意了。 临近画展, 他要忙的是很多, 只住了一个晚上就走了。 我也开始注册自己的工作室, 等我跑完所有程序, 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时, 古时的画展开始了。 我和古时约好时间, 挑了一个下午去他的画展, 到了已经四点多了, 他正在接待自己的老师, 让我先看。 他的画一如既往的水准在线, 每一幅面前都有人驻足观看, 一路走下去, 听到的都是对他的夸赞。 很快, 我看到最后一幅画, 那幅画前面的两个人正在交谈, 其中一个人说, 桑谷怎么会有这么浪漫的话, 他是不是恋爱了? 另一个人说, 桑谷的话虽然是风景, 但故事感很强, 这幅画是唯一一幅直白的故事, 他一定很爱那个女孩。 我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 画里有一棵茂盛的银杏树, 秋季的银杏树, 遍天遍地都是亮黄色的落叶, 一个男生手中拿着一本书, 坐在树下的长椅上, 正对着画面, 一个女生站在他对面, 两人遥遥相望, 像是有诉说不完的话。 原来这个场景他也记得, 心里有个念头不受控制的浮现, 是真的吗?会是真的吗? 还原得怎么样? 古时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 我不敢回头, 僵硬地点点头。 他自顾自地继续往下说, 我那时候就想, 这姑娘要是我的女孩就好了。 所以你,我喜欢你, 从初见到现在, 那个时候动心的人, 不只是你一个。 你知道我喜欢你。 我终于转身面对他, 他温柔的目光笼罩着我, 以前不知道, 现在如果还不知道也太迟钝了。 是啊, 古时不是轻浮的人, 这几个月让我心思浮动的小暧昧, 不可能毫无缘故, 他是故意的。 我怕突然告诉你, 会让你退缩, 于是用了一些小心机, 本来想再缓一缓的, 但我真怕你心软, 又回到吴玉身边。 你呢? 你怎么想? 我笑起来, 他不知道啊, 它是我暗淡生活里最珍贵的回忆。 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 幸好你说得早, 不然就该是我先向你表白了。 他低下头, 轻轻揽过我的肩膀, 温柔地擦掉我的眼泪, 别哭, 你就该站在那里, 等着我走向你, 我们两个, 我主动就够了。 你为什么大学时候没有跟我说, 我以为你不喜欢我? 那是因为你太迟钝了, 所有人都知道我喜欢你, 只有你不知道, 你没发现孙岩总是给我们创造机会吗? 不然他真的大放到把干事借给我一年, 自己苦哈哈地干活。 孙岩是我大一时的部长, 和古时的关系非常好, 我当时还以为是他好说话, 原来还有这层原因。 我最初的想法是, 尽量多地参与进你的生活和学习, 让你习惯我的存在, 但我慢慢发现了吴玉, 他在你的生活中像是扎了根, 我撼动不了。 那天我听说校外有人要放烟花, 我就想和你去看, 我想一般女孩是不会想和不喜欢的人一起看烟花的吧。 如果你来了, 是不是说明你也喜欢我呢? 结果你来了, 我很开心, 但是第二天我又不确定了。 元旦游园会那天, 我是故意说很忙, 留下你来陪我的, 我怕你去找吴玉, 通宵舞会也是故意带你去的, 我想在舞会上跟你表白, 可是吴玉出现了。 后来我要出国学习, 我不想耽误你, 早知道你也喜欢我, 我一定会和你表白, 让你等我。 那天我本来想去跟你告别, 就遇上了吴玉和李然来找你, 其实我看得出来, 就算我没出现, 你也不会任由他们伤害你, 你看起来软, 其实很有主见, 但我想保护你。 解决了那件事后, 我就想为什么他那么对你, 你还是对他那么好, 我想着想着, 就觉得你大概很喜欢他, 于是我连道别都没有就走了。 我在国外的时候, 孙岩一直在跟我说你的消息, 说你的话老师们评价都很高, 说你很有灵气, 我为你高兴。 一年后, 我生了一场病, 比预计的回笑晚, 等我回来, 才知道你和吴玉在一起了。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 于是躲了你几个月, 就去了外地实习, 对不起小时, 那时候我太懦弱了。 原来在我小心翼翼 不敢表白的时候, 他也怀揣着这样的心思, 可他终于还是走向了我。 不知道什么时候, 管理的人已经都走了, 我和他坐在地上, 说了很多。 最后, 他红着眼睛问我, 现在, 你愿意给我一个名分吗? 我也红着眼睛不停地点头, 画展结束后, 古时搬来了悠闲斋, 我们把南房的另一间 改成他的画室, 这个老宅, 现在有了两个工作室。 他搬来的第一天, 就和乌美沈说了我们的关系。 乌美沈高兴坏了, 转头又告诉了我妈, 于是当天上午我就接到我妈的电话, 旁敲侧击地打听古时的人品。 我笑着夸他, 还给我妈发了几张他的生活照, 我妈一下看了照片, 果然一下就被说服了。 还跟我说, 妈妈看出来了, 你真的喜欢他, 以前你提起吴玉莱可没这么高兴, 照片也没给我们发过, 挺好, 你过得高兴就好。 挂了电话, 我的手机又响了, 我看了看给我发送视频请求的人, 是李然。 他和过去一样, 留着大波浪长发, 长相明艳, 气质张扬。 丧时, 我以为你不会接。 我淡淡地说, 明知我不想接还打了, 那一定是有事, 你说吧。 你这幅什么都淡然的样子, 真是迷人啊。 可惜, 你大概不知道, 正是你这幅样子, 才招得吴玉一次次欺负你。 我没有嘲讽你的意思, 今天我们只说事实。 我倒真没想到是这个原因, 但我还是不理解, 他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我从小就这样, 为什么小时候能和我处得好, 长大就不行了。 你不理解吧, 我一开始也不理解, 后来我发现了, 吴玉他喜欢你, 喜欢到跟谁在一起, 都要把你带着, 他就是要看你为他吃醋, 为他失态, 可惜, 他不明白自己的心, 你又完全没为他动心。 上大学时候, 我老是欺负你, 他一直在帮我对不对, 但其实, 每次你走了以后, 他都像丢了魂一样。 他傻呀, 我又不傻, 所以我有了出国的机会, 就出国了, 他是不是我刚走就去求你, 和他在一起了? 这次给我接风也是他窜的, 他大概有点明白自己的心了, 还求我帮他演戏。 其实, 哪有那么多分开几年, 还爱得要死要活的剧情, 起码我不爱了, 我只是想帮帮他。 我知道, 你已经不在意了, 但我还是觉得应该告诉你, 要不要给他机会, 看你自己。 我替大学的自己, 向你说声对不起。 他几乎没给我说话的机会, 说完就自顾自地挂断视频。 古时一直在我身边安静地听着, 我呼了一口气, 侧头问他, 你没什么要问我吗? 古时笑笑, 握住我的手, 我不是大学时候的我了, 现在的我了解你, 也相信你。 我也笑笑, 回握他的手, 李然的话在我心里激起了一点涟漪, 但与感情无关, 我只是突然明白了无欲的动机, 这一次, 我彻底释然了。 我故意逗他, 我想告诉你, 他神色不变, 姿势却有点紧绷。 我彻底释然了, 我也和过去和解了, 这件事以后再也不会影响我了。 古时疏然拥住我, 把我带倒, 我们坐在铺团上, 地上铺着不厚不薄的熔毯, 他抱着我, 倒在熔毯上, 密密麻麻地吻着我的脸。 厨房炖的排骨飘来浓浓的香味, 我勾着他的脖子, 感悟岁月静好。 晚餐吃的就是炖排骨, 古时在排骨里撒了一把清脆的油麦菜, 吸饱了汤汁, 让人食指大动。 我吃得很满足。 他说大学时, 就听我说过炖排骨里放点蔬菜很好吃, 所以他也经常这么吃。 他还说我喜欢吃蔬菜, 院子里种菜的地方怕是不够用, 悠闲摘旁边的地可以租下来, 种点蔬菜。 如果有兴趣, 还可以多租点地, 弄一个自己的农场。 人和人的喜欢是不一样的, 他和我相处的时间其实并不长, 但他记得我细微的喜好。 吴玉和我在一起的时间长到他甚至无法发现自己喜欢我, 更不知道我喜欢在炖排骨里放蔬菜。 春节快到的时候, 姑姑打电话说要回来过年, 听说我换了男朋友, 就让我和古石去机场接他。 姑姑还是那名利的样子, 见了我, 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才看向古石, 没想到一看到古石, 姑姑就愣住了, 指着古石说, 你不是那个, 那个, 哎, 那个谁来着, 怎么一下想不起来了。 我和古石疑惑地对望一眼, 都不明白怎么回事, 好在我姑姑很快想起来了。 我就说嘛, 你是十几年前救了阿石和小玉的那个小男孩, 我说呢, 你这长得没怎么变啊。 什么? 我一直疑惑, 明明那个时候, 吴玉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了, 为什么后来我们又得救了呢? 可是家里人担心那件事, 给我留下心理阴影, 谁都不提。 我就以为正好有大人路过, 吓走了那些小混混, 原来竟是古石吗? 古石的表情逐渐恍然, 我当时救的是小石。 是啊, 小伙子不错, 很不错。 我姑姑赞赏地夸了古石一顿, 跟我说, 你这次眼光不错, 当年警察跟我们说, 就是他和他爸路过, 当着那帮混混地面报了警, 这才把他们吓走, 当时你和吴玉晕过去了, 不知道经过, 他们叫了120, 跟到医院垫付了你们的医药费, 我和你爸妈赶到以后他才走。 古石输了一口气, 幸好路过的是我。 我也很庆幸, 兜兜转转, 到现在才知道, 原来当初救我的不只是吴玉一个人。 我姑姑让我们等着, 当场给我爸打电话, 告诉他们我的男朋友就是当初救我的男孩。 我爸妈也很激动, 原先准备在城里过年, 结果当天下午就开着车到了郊区。 爸妈拉着古石好, 一阵寒暄, 我妈还说, 都怪我, 我就应该早点告诉阿石, 现在搞得你们这么晚, 才在一起。 古石说,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 我妈听了, 笑得更真诚了。 指挥着我爸赶紧去买菜, 给古石做点好吃的, 我爸也喜欢他的步行, 开车带着姑姑去逛了两个小时, 带回来一大堆食材, 晚上果然亲自下厨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吃了饭, 古石又带着我爸妈和姑姑参观新设计的房子, 解说每个改动的作用。 我爸妈对艺术没什么研究, 只是觉得好看, 我姑姑就觉得哪哪都协调, 住起来一定很舒适。 听我说, 有几处设计是古石改的, 她还参与了大部分的手动过程, 高兴地连连夸她。 古石又待了几天, 也回家过年去了。 我和爸妈忙着采购年货, 按风俗准备过年需要用的东西, 闲下来看手机, 总能看到她给我微信留言说想我。 晚上我在被窝里和她视频, 她问我, 这几天累不累? 不累, 很久没在老宅过年了, 我很兴奋, 每天都用不完的精力。 她笑起来, 又说, 我和我爸妈说了我们的关系, 他们很高兴, 想过段时间见见你, 你别有心理负担, 就是普通见面。 我有点紧张, 大学时期, 听同学们说她家境好, 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家境, 她父母又是什么性格, 不过她说他们很高兴, 那应该是挺期待的吧。 她想知道我在想什么一样, 开始给我介绍她家的情况, 我爸开着一个小公司, 一年能有二三百万的收入, 我妈是体制内员工, 现在是一个单位的科长, 没实权的那种, 我家不像大学同学传的那么有钱, 但也够我们衣食无忧, 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我打去她, 那我就放心了, 你家应该不需要牺牲你去联姻了。 她眼里都是笑意, 回我, 那我只好带你私奔了。 过完年, 我爸妈就回家了, 姑姑住到过了元宵节, 也走了。 古时也回来了。 我开始做她的模特, 她给这幅画起名为《致爱》, 我提出可以画《致爱》系列, 她画我一次, 我画她一次。 一个月后, 古时为我创作的画完成了, 我们去市场上买了一些种子, 回来撒在院子里特意流出来的空地里, 然后古时开始做我的模特。 又过了一个月, 我为古时创作的画也完成了, 我们把两幅画挂在我的工作室。 然后, 我接到了吴玉妈妈的电话。 她在电话里说吴玉自残了, 求我去劝劝她。 我想去劝劝她, 和古时商量, 古时也很赞同。 她说, 事情还没结束, 也是时候该结束了。 她送我去医院, 怕刺激吴玉, 没有和我一起进病房, 反复地叮嘱我觉得不对劲就叫她, 才在医院的走廊上等着我。 因为吴玉的自残行为, 病人都不愿意和她在一个房间, 病房里只有她一个人, 和上次见面比起来, 她更加消瘦, 整个人都失去了活力, 眼神晦暗地望着我, 声音沙哑地说, 你来了, 我妈还是告诉你了, 真对不起, 又打扰你了。 我说, 为什么这么对自己? 为什么? 恨呗, 恨自己蠢, 这都多少年了, 才意识到, 我喜欢你, 喜欢到没有你活不下去, 我还干了那么多伤害你的事, 难怪你不能原谅我, 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二十, 你那么重感情的一个人, 就因为我就过你, 你就忍了我这么多年, 多好啊, 你多好啊, 我越想越没脸去见你。 我说, 都过去了。 对你来说是过去了, 他直指自己的头, 又直指自己的心, 我这里, 这里都过不去, 对不起啊, 阿石, 对不起。 如果你觉得对不起我, 那以后别这样了, 叔叔阿姨承受不住。 不会了, 就这一次, 你和古石, 他对你好吗? 他对我很好。 吴玉嘲弄地笑起来, 伴上说, 你是最后一次来看我了吧? 我知道的, 你肯定以后不会来了。 阿石,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问你, 你一定要说实话。 你问吧, 你喜欢过我吗? 哪怕就一点点。 我的思绪回到了15岁对他心动的那一个月, 在看眼前的他, 有点不真实, 我不想说假话骗他, 15岁那年的暑假, 喜欢过, 当时你说他接过话, 我说让你不要喜欢我, 对吧? 真是自作自受啊。 第二个问题, 如果我们在一起以后, 我没有做那些事, 你会重新喜欢上我吗? 可能吧, 我尝试过很多次, 但每次你都让我觉得, 我是在痴心妄想。 原来是我自己, 原来是我自己, 无欲眼中, 波光引线, 天头看着窗外, 带着哽咽说, 你走吧, 去过你的幸福日子吧, 我不会再让你操心了。 那你保重。 我走出门, 病房传来压抑的哭声, 那个曾经用命救我的男孩, 我终于彻底告别了。 古石在走廊 洒满阳光的窗口, 微笑着朝我伸出手。 我和古石种下的蔬菜成熟的时候, 古石的妈妈给我打了电话, 说要来悠闲斋, 看我。 我表示应该我去看他们, 可她说想来看看悠闲斋, 古石也说没关系, 于是我们收拾了一下, 等待她的父母前来。 她爸的收入并不算低, 按理说买辆几十万的车轻轻松松, 可她父母开着一辆很普通的车, 低调地停在了悠闲斋门口。 她妈妈的性格和我有些像, 不像我妈那样过分热情, 但态度温和, 又风趣幽默, 一下车就冲我笑。 古石和她妈妈很像, 都是温温和和的样子, 长相上也像她妈。 她爸的性格却很豪爽, 让我不要拘谨, 他们就是来看看我, 随便拉拉家常。 电视剧里的情节没有出现, 我们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上午, 他们留下来尝了我和古石亲手中的蔬菜, 就回城了。 过了这一关, 我们算是得到了双方家长的承认, 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让人满是安全满。 我开始认真投入工作, 起了一个议名, 投桃报李, 古石的一名是三谷, 我的一名是石石, 两年的时间, 开始时没有名气, 但我并不气馁, 终于在快满两年的时候, 我有了点名气, 我们都觉得以后会更好。 古石的父母在城里给我们买了房, 我父母也开始催我们结婚, 我们两人还是分房税, 我笑他像个和尚一样, 他说他要给我新婚之夜的圆满。 终于在我一幅画背高于我们预期的价格拍出之后, 他在秋日的屋顶凉亭下, 抱着正在切水果的我说, 小石, 我们结婚吧。 我抬头喂了他一颗葡萄, 吻上他的唇。 我们决定结婚的消息, 很快就被我妈告诉了亲朋好友。 有一天, 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 只有轻的几乎听不出来的呼吸, 我等一分钟, 挂了电话。 过了一会儿, 这个号码又发来一条短信, 祝你幸福。 我没有回。 婚礼是古石全程策划的, 不盛大, 但处处温情, 终身难忘。 大量的兰花摆在婚礼现场, 迎宾的相片是我和他一起画的婚纱照。 我的捧花是一束与众不同的琳兰花, 花语是幸福重现, 寓意我们重逢的幸福。 我穿着大裙摆婚纱, 挽着我爸的胳膊走上通道, 我爱的人在通道那一端等我, 他伸手接过我, 眼中无限柔情, 用只有思怡能听到的声音叫我古太太。 我回应他, 古先生。 思怡朝我们挤挤眼, 开始走流程。 今天, 我们看到一对碧人交换戒指的环节, 我有个小故事要讲, 他们的戒指是新郎亲自设计样式请人打造的, 上面还刻了对方的名字。 我们请伴郎和伴娘拿上戒指, 让两位新人给对方戴上, 让我们共同见证这有意义的时刻。 我把其中一枚戒指戴在他手指上。 我看到自己大学那场暗恋开花结果, 美不胜收。 婚后, 我和古时大部分时间还是住在郊区, 我们的工作室越来越好, 后来索性合并成一个工作室, 渐渐地, 圈内人都知道桑谷和石石是一对夫妻。 我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听说吴玉也结婚了, 和一个同性恋女孩, 两人协议结婚, 试管了一个孩子。 我妈说, 吴玉的妻子长得有点像我, 我没有追问。 十个月后, 我生下一个儿子, 长得像我和古时的结合体。 古时怕我累着, 尽可能地帮我带着孩子, 还请了有经验的保姆帮我照看。 我妈和我婆婆爱的步行, 也常常来休闲区看孩子。 孩子的出生给了我和古时新的灵感, 我们创作了一系列以家为主题的作品, 做了一次联合画展。 画展非常成功, 开展当天就卖了几幅画。 闭馆后, 古时和我来到城区步行街散步, 聊着这几年的生活。 因为生孩子, 我已经一年多没吃冷饮了, 走着走着, 古时看到前方有个冰淇淋店, 让我在外面等, 他去给我买冰淇淋。 我看到对面街道上, 吴玉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匆匆往前走, 好像是觉察到我的视线, 他也朝我看过来, 看到我, 他的脚步僵了僵, 很快走了。 前方传来清脆的风铃声, 古时已经拿着一份冰淇淋在店门口等我, 我走到他面前。 他把冰淇淋递给我, 帮我理了理头发, 天凉了, 给你买了份小的。 我微笑着把手里的冰淇淋递到他嘴边, 人生漫漫, 总有个人, 让你觉得人生这场旅途并不寂寞。 反外, 古时毕业后一年, 我家因为生意的原因, 搬到一个新城市, 也是我大学所在的城市, 我大学时候的好朋友, 孙岩就是这个城市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约出来吃饭。 有一次, 孙岩跟我说, 前几天吃饭遇到桑石和他男朋友了, 那个吴玉, 你还记得吧? 我反应慢半拍地确认, 你遇到了谁? 桑石啊, 你不是还追过人家吗? 他在这个城市吗? 孙岩说, 是啊, 他家就在这。 我愣在那里, 我怎么忘了, 他当初经常回家的。 桑石是我唯一喜欢过的人, 我追了他一年, 那一年里, 他的生活总是有一个叫吴玉的人, 孙岩就连我准备表白的那个晚上都被吴玉搅黄了。 后来我要出国了, 我不想拖累他, 就暂时收起了那份心思。 在国外期间, 孙岩一直和我说着他的消息。 他获奖了, 他越来越不爱笑了, 他拿了奖学金, 他的各种消息, 孙岩是了解我的。 我喜欢一个人难, 放下一个人更难, 他知道我想了解桑石的消息, 所以不厌其烦地说给我听。 我回国后, 孙岩告诉我, 他和吴玉在一起了, 我的满怀期待落了空, 从此在学校活动, 我特意避开桑石, 索性那时候已经大四了, 我们没什么课, 大多数时候我都在校外跟着校外的老师学习。 我把他藏在心里, 再没靠近过他, 直到听说他在这个城市的消息, 我发现, 我的心跳依然会为他加速。 孙岩说, 他和吴玉在一起, 脸上没有笑容, 吴玉对他的态度也并不好。 我想他和吴玉在一起或许并不幸福。 我突然想起吴玉和李然找到我们学校那天, 桑石和吴玉说的话, 他说, 吴玉, 第二次, 或许他们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约定, 或许第三次还没发生。 我决定做一件卑劣的事, 我在国外遇到过李然, 知道李然就要回国了。 我把这件事透露给吴玉的同学, 季青。 果然, 季青告诉我, 吴玉要给李然接风, 他忧心忡忡的样子, 担心吴玉和李然给桑石难堪。 没想到, 吴玉这群同学里, 还有一个心疼丧食的人。 那天, 我开车等在外面, 季青跟我说, 我爱的女孩不再忍耐, 骂了在场的所有人, 还跟吴玉说要绝交, 最后潇洒离去。 我爱的女孩流着眼泪走在大街上, 我心如刀脚, 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但我又很快冷静下来, 我不能看着他和一个不珍惜他的人蹉跎一生, 如果他放不下吴玉, 又回头了, 或者吴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那我一定会放手, 但如果他不再回头, 那我希望给他也给我自己一个新的机会。 他回了老宅, 我找了一个拙劣的理由, 也跟着他去了老宅。 当时他正在画画, 我走到他面前, 发现他画里的人是我, 我很惊喜, 于是我说, 画得不错。 他终于看清了我的长相。 慌忙站起来, 眼神亮晶晶地喊我, 学长。 我决定住下来和他一起改造老宅。 我在他邻居家里租了一间房, 那家主人很热情, 开玩笑说我们小两口住一间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怎么, 脱口而出, 我们打算婚后再住一起。 他脸都红了。 我帮他修改了设计, 他很高兴, 我参与到房子改造的细节里, 我不是故意的, 但有时会碰到他的手, 他有点羞涩, 以为我不知道。 我开始确信他对我不是没有感觉, 或许我大学时候勇敢一点, 结局会不一样, 不过现在也不晚。 渐渐地, 我了解到他对吴玉那么好, 不是因为喜欢, 是因为吴玉就过他的命。 我恍然大悟, 更加坚定了要和他在一起的决心。 但是我发现, 吴玉没有死心, 他好像刚意识到他对丧石的喜欢, 频繁地来找桑石, 而桑石是真的不爱他, 他很痛苦, 我怕他伤害桑石, 也怕桑石心软, 于是我决定加快向他表白。 我把自己画展的门票给了他, 画展最后一幅画就是我们初遇时的场景, 他看了就会明白我的心意。 他去的那天, 我的老师也去了, 等我忙完去找他的时候, 他正站在画前, 正正地看着, 眼神满是不可思议。 我走过去向他表达, 他却哭了, 我怎么舍得让他哭, 于是给他擦掉眼泪, 给他讲大学时我对他的感情。 我已经明白他对我的感情, 但我还是害怕他不答应我, 好在我的女孩也舍不得我等, 他和我在一起了, 真正成了我的女孩。 两年后, 在一个寻常的日子, 我向他求了婚, 他答应了。 我亲自策划了我们的婚礼。 婚礼那天, 我站在台上等他, 看着他款款向我走来, 像是圆我一生的梦。 我伸出手, 他微笑着握住, 于是我忍不住叫他 古太太。 他甜甜地回我 古先生。 婚后的某一天, 我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 遇到季青, 想到当年我做的事终究, 不太光彩, 于是我跟桑石完全坦白了。 说完我有点担心地看着他, 我担心他因为这件事生气。 但桑石只是笑着说, 季青早就告诉我了, 没想到你这样阳春白雪的人, 居然会做那样的事, 不过我不怪你, 毕竟你是为了我。 有妻如此, 余生圆满。 番外, 吴玉我和桑石认识得太久, 以至于我不知道我喜欢他, 喜欢到失去他后, 人生了无趣味。 桑石是个漂亮的女孩, 典型的东方美, 气质又优雅, 只是人太安静了些, 可是也不妨碍很多男生喜欢他。 初二的时候, 我无意中听一个小混混说 另一群小混混要去欺负一个女孩, 我懒得理会, 却听到一个小混混提到了桑石的名字。 我急疯了, 带着那个小混混问他那些小混混在哪, 他被我吓到了, 告诉我一个巷子的名字。 我赶到的时候, 桑石已经被小混混拉进巷子, 他拼命地喊, 上衣已经被脱了一半, 看到这个情景, 我失去了理智, 冲进去要杀了他们, 可是他们都比我大, 人又多, 很快我就只能把桑石压在身下, 希望他们打我就可以了, 别打桑石。 我好像流血了, 桑石哭着叫我的名字, 我努力安抚他, 但我很快晕了过去。 在醒来的时候, 听我妈说是一个小男孩和他爸爸救了我们, 我妈还叮嘱我别跟桑石说, 怕他想起不好的事。 桑石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我, 看到我没事才放心下来, 那时的我们除了父母, 只有彼此。 十五岁那年的暑假, 我和桑石在玩乐高, 我的手碰了他一下, 他好像有点害羞, 我心想他可别喜欢我, 我以后要找妖艳美女的, 他可不是, 于是我让他别喜欢我。 然后, 我变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就喜欢看桑石为我忙忙碌碌的样子, 我居高临下指挥他, 还把他当成我的跑腿, 我的每一任女朋友对他不满时, 我都站在女朋友这边欺负他, 他也不反抗, 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连我妈都看不下去, 让我别这么做, 可我当时怎么回他的? 我说, 桑石乐意。 我妈给了我一个大嘴巴, 骂我, 那是因为你救过他, 那孩子报恩呢?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听了更生气, 心想, 你不要是要报恩嘛, 我就让你报个够。 现在想想, 我早就喜欢他了吧, 喜欢到接受不了他为了报恩对我好, 可是他哪是那样的人啊, 就算我没救他, 我对他也很重要, 他的报恩只是更纵容我而已。 上了大学, 我有了一个女朋友, 叫李然, 我为了李然, 做了很多后来想到就想抽自己的事, 我让他刨腿给李然买东西, 让他提前去饭店帮我和李然站座位, 让他给李然送早餐, 可他都无动于衷, 他包容我包容习惯了, 我想试试他的底线, 因为他买的奶茶见到李然身上两滴, 我就让他给李然五倍赔偿, 我还踢了他一脚, 那是第一次他用几乎陌生的眼神看着我, 说, 无欲, 以往你那些小羞辱, 我看在就算了, 这一次是第一次让我觉得无法忍受, 但我原谅你, 事不过三, 如果再有两次, 我们绝交, 我有点惊吓, 又有点惊喜, 我决定再加一把劲, 于是我带着李然编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去他的学校说他偷东西, 但是古时又一次出现了, 他在丧石的生活里出现的未免太多了, 我还见过他和丧石跳舞, 那次把我气坏了, 那小子一看就是对丧石图谋不轨, 我当时想带丧石走, 他居然不肯, 不肯就不肯吧, 我才懒得管呢, 但是后来我还是跟着他们去了湖边, 那小子居然抱他, 要不是怕被当作跟踪狂, 我不得揍他, 他很信任古时, 牵着古时的袖子, 像很依恋他似的, 去了辅导员办公室, 我憋着气, 根本不知道警察说了点什么, 只知道出门的时候, 他跟我说, 无欲,第二次, 什么第二次? 后来古时出国了, 我觉得挺好, 一年后, 李然也出国了, 我失恋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去求丧石和我在一起, 反正他答应的时候, 我挺高兴的, 但他说他不爱我, 我也不爱他, 没关系, 慢慢来, 在一起后, 我发现他果然不爱我, 那怎么行, 我的女朋友不能不爱我, 于是我用比大学时候还恶劣的方式, 企图让他爱上我, 我还经常带着那些讨厌他的同学和他一起玩, 我怕他承受不住, 每次都叫上对他还不错的激情, 他被那些同学欺负的时候, 会看我, 我假装看不到, 他看一会也就不看了, 现在想想, 他就是在一次次的失望中才无法爱上我吧, 谁会爱上一个总是伤害自己的人呢, 他又不是受虐狂, 我还想和他同居, 可他一直不答应, 我们之间最多就是一个敷衍的吻, 没意思, 李然回来后, 我想再试一次, 我叫同学们去给李然接风, 不用想都知道他们会怎么做, 果然, 他们把李然旁边的位置留给了我, 还起哄让我闻李然, 我想看看丧时的反应, 于是我闻了李然, 我没想到丧时的反应那么大, 他站起来骂了我, 骂了在场所有的人, 然后告诉我, 吴玉还记得大二时候, 我说过的话吗? 第三次了, 我们绝交吧, 我慌了, 突然想起久远的大学时光里, 他是说过三次绝交的话, 我以为他忘了, 没想到他是认真的, 第六感告诉我, 这次我真的追不回他了, 我很慌, 我去找了他很多次, 他都很坚定, 然后我收到李然的短信, 他说, 你傻吧, 你爱丧时, 你他妈的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就爱他, 你当我看不出来, 看在以前好过的份上, 我提醒你一回, 祝你好运, 我犹如醍醐灌顶, 我爱他, 我爱丧时, 我继续去找他, 我不敢再惹他生气, 在他家老宅的门口睡了一晚上, 然后我发烧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 我妈告诉我, 有个叫古时的男人陪在他身边, 古时啊, 原来是他, 他们大学时候就很配, 我那时候就不喜欢他们在一起, 现在更不能接受, 可是我没有办法, 丧时不要我了, 我不敢出现在他面前, 我日日夜夜想象着他们在一起牵手, 接吻的画面, 我受不了, 我又去了一趟老宅, 我看到他们一起在田野里画画, 他在调颜料, 他在对着他笑, 阳光多明媚啊, 他们的笑容也那么明媚, 可他从来没这么对过我, 他和我在一起, 默契沉沉的, 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走近他了, 我开始自残, 我爱他爱到骨子里了, 我不能想象没有他我该怎么活, 我恨自己发现得太晚, 我爸妈把我送到医院, 丧时来看我, 我问他有没有喜欢过我, 他说喜欢过, 可是十五岁的我不让他喜欢我, 我又问他如果我没有伤害他, 他会不会爱上我, 他说他试过很多次, 但都被我的伤害制止了, 我忍不住了, 我想哭, 于是我让他走, 去过他明媚的人生, 他让我保重, 他走了以后, 我再也忍不住, 哭出来了, 我哭自己蠢, 也哭自己终于失去了, 那个曾经用命护过的女孩, 我再没找过他, 后来我听说他要结婚, 我去了婚礼现场, 满场的兰花, 和他的气质那么像, 我躲在门外看着他的幸福, 又哭又笑,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女孩, 笑起来的样子有点像丧石, 我去追他, 他说他不喜欢男人, 我说那正好, 我们结婚, 试管生了一个孩子, 我抱着孩子出门玩, 路过一条热闹的街道, 感觉好像有人在看我, 我看过去, 猝不及防地看到丧石的面庞, 他好像被生活滋养得很好, 整个人都是一副生活幸福的样子, 我忍不住停了一下脚步, 心里涌上巨大的酸楚, 我急忙往前走, 走了到拐弯处才回过头去, 前方, 骨石温柔地看着他, 他正拿手里的冰淇淋喂骨石吃, 画面很美好, 我却差点哭出来,